所以具体说 如果你想饮食的时候 因为比如我们都已往生 我们肯定到了中午的时候 多生多节都有这么一个习气 到了中午应该是吃午哉的时候 过堂的时候 你想这个要想饮食的时候 马上七宝薄气 薄还不是我们的瓦薄 铁薄 那是七宝的薄气 到了西方极乐世界 再用瓦薄是不可能的 它的瓦薄在那里都显现不出来 那档子太低了 阿弥陀佛佛地上的福德给了我们 我们怎么会用瓦薄呢 但是在我们这个世界修道 你不能用七宝薄增长贪心 那这里就得用瓦薄 要朴素一点 要减少贪心 到了西方极乐世界 你不会有贪心 所以用七宝薄气 你不会这么好啊 就贪心它不会有 所以这个七宝薄气 也是法尔自然的 陷在你的面前 你要黄金的波就是黄金的波 要白银的波就是薄银的波 乃至是珍珠的宝薄 它也献钱 叫随意而至 随着你的意愿 自然的显出这样的薄气 这个波里面 百味饮食自然隐瞒 就是百味饮食表面 非常丰富的这种佳肴 美味 也是法尔自然的装满了你的波 这里也没有谁来做饭 也没有谁来和你添饭 你念头一动就在那里 这自然隐瞒 当这个波气现前的时候 虽然有这个食物 但是食无食者 这个是很有意思了 因为由于我们有习气 有饮食的习气 习气就引发了念头 念头一动 这个七宝火气的饮食就现前 当你现前的时候 你马上会警觉 我可不是在娑婆世界了 我是在极乐世界 我的身体不需要吃这些东西 不需要饮食 它是残月为食 它是法喜为食 所以实在来说 是不需要去断食 吃这些东西 食物食者 但既然这些东西现前了 看看它的颜色 欣赏一下它的颜色 闻闻它是什么香气 就是意念上领略一下 意念上领略 就感觉到我已经食了 我已经饮食完毕了 你意念上领略 实际上就把这个 勃气里面的营养的东西 也把它摄受到身体里面来了 感觉到身体气的精神很充盈 这就是法尔自然的感觉到饱了 感觉到气力很好了 而且这样的薄气里面的食物 也是可以帮助我们身心修道 你意念上领略之后 感觉到身心都很柔软 你看这个极乐世界六成都能做佛事 不仅仅是我们的耳根能做佛事 他方世界做佛 用六成做佛事 比如相继佛国 他就他不讲这些说法 他就让你这个闻香 闻香吃香饭 他就可以破无名开悟 得这样的故事 所以你看六成说法 西方极乐世界 我们不仅仅是前面讲的 因身通过耳根源通能得到法医 那么通过这个建设闻香 通过这个饭食的这个香味 意念上去领略 也能让我们浮烦劳开悟 乃至于断烦劳断无名 当这个饮食虽然是非常美味的饮食 但是不会贪恋 我们繁复众生一看好的饮食啊 都会贪恋哦 执着 这个平时吃一碗饭 如果碰到很好的饭食呢 他可能吃三碗饭 这就是他 他 他 炼着这样的饮食 我们这个众生确实是 饮食男女哦 人之大于成烟 对这个饮食的执着 是很厉害的 所以为什么我们 寺院要修五官堂啊 你看到饮食的时候 都要做七种观想 做五种观想 其中一种观想就是 你看到这个饮食的时候 要防心离过 贪等为中 为什么要离什么过呢 一般人看到不好的饮食 他就皱眉头 哎呀 今天怎么这么不好的饭食啊 如果看到很好的饭食 啊 今天好啊 我要多吃啊 对好的他就很欢喜 对不好的他就很讨厌 这就是过心里的过 心里不平等哦 那世间人可能为了点饮食 甚至可以打架 国与国之间可以战争的 这都是这个烦恼 所以极乐世界往生者 他虽然美味佳肴 但是他不贪恋之主 无所畏拙 很洒脱 然后意念上领略了一下之后 感觉到这个饭食的过程过去了 马上这个七宝勃器 甚至还有说 还有一个你用餐的那个宝脊 一个小桌子 也是七宝的宝脊 还自然有一个坐的 很柔软的那种 毛毯式的坐垫 都自然献钱 你在那里坐着 来很舒适的用餐 而这些你觉得用完了之后 自然的这些餐具 这些桌子都没有了 自然化去 你这化去化到什么地方去呢 他现前他来来什么地方 来无所来去无所 这不是缘起性空 性空缘起吗 这不是通过 来不知道怎么来 去也不知道到哪去 这不是能够体会到 法性真奴的妙用吗 那也是玩到自然 自然没有了 你看这多自然 不像我们这个世间 你用完餐还麻烦 还得洗碗 擦桌子 打扫地面 这些都不需要 等到第二天灾饭的时候 这个时间到了 你念头一动 他又重新现前 十字测试 你看他就写出了这么一个 饮食的这么一种情况 那么这种情况 对于宫殿 对于衣服 对于一切自身用具的享用 也是像这一样 可以举一反三 这些宫殿衣服 这些也是来无所来 去无所去 比如你穿的衣服 穿的衣服肯定都也不会脏 你想永远穿也都可以 但是人可能他有习气 希望我要变化变化 换一个其他的款式 换一个其他的珍宝的衣服 你再念头一动 你身上的衣服就没有了 换去了 然后你想要的 其他另外一种款式 另外一种珍宝衣服 也自然的披在身上了 你头上戴的帽子 你想换一个款式 也能够换了 随心随意 好 这些就表达 极乐世界 这样的至极的清净 安盈 微妙快乐的特点 这些清净安盈 微妙快乐的特点 实际上就是 等同于 无为涅槃之道 前面 法上菩萨就发愿 要国炉尼环 我所承接的国土 要像涅槃 这样的特点 大家知道 涅槃有四种德能 就是藏楼我进 极乐世界就跟这个涅槃的藏楼我进 是赤同之 他说赤鱼无为涅槃之道 赤鱼是怎么表达呢 实际上他就是 法性涅槃的地方 赤同之 他是根据往生者 神识所变现的一种情况 不能说完全等同 但是求往生者的情况来说 用赤鱼来表达 那这个虽能赤同之 实际上他就完全包含着涅槃的特点 比如前面讲 这个国土 一旦建立之后 无衰无变 没有春夏秋冬的更迭 这就是表达涅槃的长的德行 无有众国淡受足乐 就是刚才讲 无有山头苦难之名 但说只能快乐之音 而且永远都这样的 这就是表达涅槃的乐的特点 那么他的宝树 这么一个小的一棵树 狭小的空间 能够看到十方世界 无量无边的岔度 这么广的境界 广的境界没有缩小 一个宝树的狭小空间 还没有放大 但是可以相拢腹肌 自在无碍 这就表达极乐世界 涅槃的我的特点 自在意 那极乐世界极为亲近 没有一点够然 每个小空间 每个片段都能见到他方世界的景物 这说明他亲近到极点 才把他方世界的信息 全都能够渗出过来 清净无然 这是涅槃的 静的德行 所以为什么极乐世界是一个殊胜的 快速成佛的道长 就是他整个就是涅槃的境界 这个涅槃的长楼五尽 全方位的给予加持 他用六尘 跟我们的六根相接触之后 有个强缘的加持力 令我们快速的 趋向于这个无为涅槃的境界 好 请看下面 请问 其主身闻菩萨天人 智慧高明 神通动达 弦同一类 行无异状 但因顺于方 故有天人之名 言貌端正 超似稀有 荣失微妙 非天非人 接受自然虚无之身 无疾之体 佛告阿难 譬如世间贫穷启人 在帝王殿 行貌龙脏 宁可内夫 阿难白佛 假令此人 在帝王边 累漏丑恶 无以为遇 百千万亿 不可忌备 所有然者 贫穷其人 抵极吃下 一不必行 拾去之命 鸡行困困困固 人离呆尽 皆作前世 不值得本 吉才不失 富有一千 但欲堂得 贪求无厌 不幸修善 泛恶三吉 如是寿终 财宝 财宝 消善 苦生聚集 为之忧 满 于己无异 图为他也 无善可护 无德可恃 事故此度恶趣 受此常苦 罪彼得出 身为下见 于弊失极 似同人类 好 先看这一段 这是言冒端正 第十八章 描述西方极乐世界 足往生者 相貌的庄严 好 西方极乐世界 足多的身文菩萨天人 用这个来涵盖 一些往生者 有天人的身份 有菩 身文的身份 有菩萨身份 正位的情况的差异 虽然 有这些 这个身份的不同 但是他们都得 阿弥陀佛 平等愿力的加持 都是智慧高明 智 就是对有违法 这个层面 断世的 断世的 这个分析 断世的能力 慧 一般是对于 主法空性的把握 这个智和慧 都是高明的 有甚深的智慧 而且种种神通 都具足 动达 动车 了达 种种神通 那么他们的长相 身高 光色 深色 都一样 弦同一类 你看前面 从他的正位来看 有身文菩萨 天人的差异 但是从他外表的形态来看 都是一样的 弦同一类 形体没有差异 形状没有差异 这就是跟前面的这种 第三月第四月来呼应的 那么形态上 形体没有差异 只是一因 随胜他方 愚方的那种称呼 才有天人之名 只是有天人这个名称而已 但是千万不要理解为 他就是我们所看到的那种天人 这天人 他就是指他往生前的身份 比如我们这些人 代言往生 所以天人的范畴 天人也是代表 他没有断货 但是到了西方极乐世界 是天人之名 但是他的内涵 跟我们三界里面的天人 完全不一样 所以固有天人之名 他的颜色 龙貌 非常的端正 庄严 超过一切世间的 这种 帝王和转人圣王的 这样的一个龙貌 是极为稀有的 世间是看不到这样的龙貌的 所以大家都希望自己长相好 特别是很多女同胞 还要去划很多圈去美容 美容 美得不好的话 花的钱还反而去破坏了自己的龙貌 现在看来还有些男士也喜欢去美容 这都是末法时候的种种奇怪现象 男士去美什么龙 你难道还要单眼陪搞个伤眼皮吗 这个龙貌 威妙 非天非人 大家注意 刚才讲 只有这个名称 但是他不是我们所认为的天和人 比如我们就是世间的天 虽然他也长得很庄严 但是他有五衰向 他在享乐的时候 他会染着这些五欲的乐 那西方极多世界没有啊 他很庄严 他永远不会有五种衰向 他在享微妙五欲的时候 绝对不会去染着 所以他非天 非人 那就更不是人了 我们在人道里面 这种八苦交接 苦不堪怜 每天晚上都睡不着 叫做五阴之圣 还要大把的安眠药 去吃下去才能睡觉 那西方极多世界没有这些 没有八苦啊 没有对这个惩恨啊 没有对所有对一些财物 这种五欲的占有欲啊 如果对我们世间人 如果看到地面有黄金 赶紧赶紧把它捡过来 放在保险柜里 天天还要看是否丢了 那西方极多世界 那么多黄金 他会想到我把它弄过来 把它装到保险柜里去吗 他没有人的这种贪心 实际上他遍地都是黄金 还需要去放到保险柜里去 所以他不是我们这个世间 人天的内涵 他只是那个名称而已 那这些天人是什么身体呢 接受自然虚无之身 无疾之体 首先他这个身体是 法尔自然显现出来的 就是从莲花里面出来的 莲花化身 但这个莲花也是阿弥陀佛 这种无上正觉愿力成就的莲花 恩赐给我们 所以这个莲花是转我们凡夫之躯 为这个圣人之报的一个玄妙的宫殿 转化的地方 它是无作妙用显现出来的 是弥陀的愿力加持显现出来的 所以这个身体过来 就不是我们这个血肉之躯咯 我们身体有骨头 有血液 有各种微生虫 那它叫虚无之身 我们怎么去理解这个虚无之身 这表明这个身体 它很自在 很圆浓 它离开一切障碍之物 这个虚无之身 这个词的概念可能受老张哲学的影响 虚无 虚无就好像 它是光和影的光和磁的一种组合 是有身体 但是没有止碍 虚无之身 我们任何 世界上任何东西 它是只要有物质 它一定会有体积 有重量 有一个放在这里 桌子放在这里 你不可能放第二个桌子 在这个地方 那西方极乐世界的 这种往生者的身体 它没有这种止碍 这也许就是无量无边的 众生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 都能隆纳得了的 一种身体上的一个特点 你看这个光和光之间 它没有止碍 无量的光 在这个空间里面 都能隆纳得了 如果我这光 这块地方是我的 那块地方是你的 它就有止碍了 只能隆纳一部分的光了 要么就拥挤了 如果是光和光没有止碍的话 那你说 所有的光在这里 都能隆纳得了 所以我们看 往生者的身体的构建 它的特点 跟我们是不一样的 我这个人站在这里 坐在这里 第二个人就坐不到我这里 但西方极乐世界 可能就没有这种障碍 虚无之身 无极之体 怎么理解这无极之体 无极也是用了周易的概念 这个太极 太极生两仪 两仪生四象 四象生八卦 这个太极就是 是一个现象性的阴阳鱼了 但是太极从哪来的 太极上面是无极 也就是太极的有 是从无极的空里面出来的 空中生有的 那么用这个周易的 这个无极的概念 就在早期的发言当中 就把它指称为涅槃 涅槃无极的这种体性 涅槃就像这个无极的 所以往生者是什么 他这个体 身体的体性 就是法身 法身的这种体性 这个《唯莫七经》里面 这个文殊菩萨去问记 问记实际上 唯莫七大士 是通过这个生病的事迹 那些看望他的国王大神 这些修行人过来 就跟他讲身体的这种苦患 这种身体的无常 身体的虚幻 身体像水墨 身体像芭蕉 身体像火焰 然后是通过生病 让一切人厌理这个身体 厌理这个身体 要生什么心呢 要求佛的身体 佛的身体就是法身 法身从哪来 是由一切功德聚集而产生的 你看这个《唯莫七经》通过世纪 最终就是要众生 求佛的法身 你要求佛的法身 就要发俄罗多罗 上面散布地心 所以很多人一上去 都把俄罗多罗 上面散布地心发起来了 能够从一些法身聚集 那你就得修戒定会 修六度 执行式道杂 三十七道品 它就自然引发出来 所以你看这个虚无真正 无极之地 是佛的法身的身体 是从无量功德聚集而产生的身体 那么本来我们这些天人 往生的天人是没份的 这也就是阿弥陀佛果地上的加持 令这些往生者 哪怕是天人往生的 都能得到法尔自然的虚无之身 无极之地 就是佛的法身 那这个就是非常神妙的了 所以这种虚无之身 无极之地 表现它的形态上 就是金刚拉落人生 就能不生病 就能寿命长远 就能具有修道的巨大的力量 那我们的身体为什么会苦患 因为我们是四大构成的这样的身体 这个身体必然会生病的 我们常常有人 学佛好 学佛能够不生病 讲这句话是不符合佛法道理 就释迦牟尼佛视线到这个世间上 他也要视线生病 那他方世界的菩萨 他方世界的佛常常会派很多菩萨 到说佛世界来问训 这个释迦牟尼佛 问训的时候只是说少病少老 都没有问训无病无老 我们真正要不生病 唯有到西方极乐世界 具有座虚无之人 无疾之体 才能说可以不生病 因为它们有微生虫 我们里面有八万四千狮虫 这就决定了我们必然要生病的 我们最多做到少一点病 不那么严重的病 但我们的一生都伴出着病 你说谁哪个是十分健康的人 对这个身体下面有五重的这种比较 来展示这个极乐世界往生者的相貌端言的状态 所以释迦牟尼佛就告诉阿娜 第一重 比如用这个世间上的乞丐跟帝王相比 披露世间有很多贫穷不堪 这个没有一点福报 连吃饭都成问题 他只有去讨饭 这种贫穷乞丐 这种人你说沦落到乞丐的程度 他的衣服肯定是衣衫蓝绿 肯定棚头垢面 肯定身体各方面都是很憔悴 如果这种人把他放在房地面前 帝王旁边 那你说这个乞丐跟帝王 在他的行貌龙状上能不能比较 能不能相比 放在一起怎么评价 那恶难尊者就禀白佛假令此人 用假令 假令什么 这个乞丐靠不进房地的 一般人都进了不了房宫 你乞丐还能进房宫吗 也进不去 就是用假令 假设有这种情况的话 假令这样的乞丐在这个房地旁边 一比较 他的身体的磊弱 身体很弱 长相很丑陋 这样的 是没有办法跟帝王相比的 我以为一 那就是百千万亿都不可计备 就是百千万亿被这个乞丐 都赶不上一分半分 帝王的长相装严 那下面就有一段谈这个 为什么会有乞丐 为什么会有帝王 实际上他也是一个因果在里面的 所以顺便这一段是 加上我们对三世因果的这种信息 为什么会出现这个情况 这个贫穷的乞丐 他在社会地位上是极端的低下 所以他都没得好衣服穿 穿的衣服都遮蔽不了自己的形体 他的饮食就是吃人家残根剩饭 如果运气好一点能够逃得连败 运气不好还得饿上几顿 所以得到饮食能够把自己的生命维持下来就不错了 所以自饥寒困苦 每天都遭受饥饿寒冷的这种困惡痛苦 他在这样的一种生存环境当中 作為人的這種尊嚴 人的道德 他就會喪失殆盡 那個乞丐到了這個 飯都吃不到的地步 在這個饑含起道心 他就常常辦出頭道 做壞事 你看現在有很多丐幫 他那些乞丐為了要錢 那是想盡了一切辦法 我們原來在北京我看到一些 他故意把那個小孩搞成非常畸形 能夠去逃 一看那畸形真是都是很害怕 也很可憐 那就自然會打動人的同情心 會給他一些 如果他能打動人的同情心 那也好啊 但有些乞丐真的是做得很過分 過分到什麼呢 基本上就所以讓人感覺害怕恐懼 本人就碰到過一次 他就是有一批七八歲的小孩 開始就是一兩個人站在門口 如果從賓館出來一兩個人 你看一兩個人你就覺得都有零錢了 一塊或者幾塊給他 誰知道他後面跟了好幾十個 二三十個 只要你給這二三十個全都上來了 全都上來了 這一上來 上來你就逃也可以的 他就把你抓住 抱住你的腿 抱住你的手 全都給你把這個包圍住了 唉唷 她很害怕 你想想七八歲 十來歲的小男孩 那麼多他也是很有力量 他說不小心把你扳倒 扳倒把你洗劫一空 上次碰到這裡還信啊 旁邊正好我還沒出家 是請一個台灣的法師 在一個賓館吃飯 就出賓館的時候 展现这么一幕 在看得不远的地方 有个中年妇女 原来就是这个中年妇女 在指使着几十个小男孩 就用这种讨的方式 这可不是打抢吗 所以他为什么会这个样子 就是由于饥寒困固 他就不讲这些道德 人以待尽 那这样的情况是什么 这就是他的恶果 就是由于他前世或者多少世 他没有吉德 也许他原来是一个 比较有财富的人 但是他有财富他不去布施 越有财富他越定是 所以贫穷是从命是里面出来的 财富是从布施里面出来的 这个佛说的这个因果 有很多人都没有听闻过 他以为得财富就是他竞争的产物 不知手段要得到 如果命中没油 你是得不到的 如果你非得要用抢银行 抢的方式得到 马上灾祸就临头 现世就有下牢狱的灾祸 下一次就有下三个道的果报 花报和果报都会马上 如影随形陷阱 所以这些人由于贪心 他就想占有 就想用不正当的手段 不是付出了劳动或得有 就想要争便宜 这叫贪求无业 很多的罪恶就是由于 他贪求无业所导致 为什么佛告诉人 包括自己修行 要少欲知足 少欲知足 他就减少很多造恶业的心灵 他贪求无业就没办法 那为什么能贪求无业 永远不会有厌足的时候 贪心就像一个万丈的深渊 你填不满他 他作为贪官 他贪了一百万 他还不满足 要贪一千万 甚至几个亿 几个亿还不满足 可能几十个亿 不仅对自己的儿子这一辈 想到了 孙子孙子他都想到了 就是这个贪求无业 所以最终的结果 他有什么好日子可过了 他到了贪求无业的这程度 他就不信因果 他不信修善能得善果 他只知道我只要有机会 我就贪 实际上这个贪就是癌细胞 所以不信这个善因善果 所以他造作恶业就比高三还高 犯恶三级 所以到他生命终结的时候 他所贪来的一切一分钱都带不走 有很多贪来的东西 实际上他一时家里都起了内户 或者家庭眷属分配不均 甚至去打官司 甚至还会导致亲戚反目 这个仇杀事件 他所贪的东西都消散了 然而他由贪这些东西 所造作的恶业 这个恶业导致的一种苦暴 就聚集在他身上 他就必能被这个恶业牵引 到三恶道里面去 到三恶道里面去 他就遭受三恶道的苦行 于是这个贪求无厌造恶的结果 对自己没有一点好处 然后造恶所得到的这些财富 突然的为别人所占有 这可不是这个医生 忙忙碌碌 医生为他人作嫁一场吗 这才叫愚痴 医生都为这个财富 贪求去过了一辈子 没有一刻回到自己的内心世界 为自己的明德佛性 去思维去修行过一分钟 所以他的一生是这样度过的 就没有一点善行可以依靠 你有一点善行 也可能不会醉得那么 三恶道那么湿呢 无善可护 无德可适 没有一点善德 能够把他停留在善恶道 善道里面 直接下善恶道 所以这就是死亡之后 度善恶去 在善恶道里面 涌结以来遭受痛苦 那到地狱 地狱的罪受完了 就到恶鬼道 恶鬼道受完了 就到畜生道 畜生道把债务完 转转转的才得人生 得人生由于是从三个道里面过来 他肯定还是在人道里面 是非常下贱的 地位低下 非常愚痴 没有智慧 非常披露 所以他就生活都不能自立 到处受人欺骗 身体怯弱 自己也会带着三恶道的心去造恶 造恶又使他的身心更必塞 必塞他的行为更是跟人道的行为相违背 就更让人讨厌 然后国法就会惩处他 因为他危害了他人的安全 那当然只有到脑狱里面去了 如果他从脑狱出来 又非常猛烈的去报复 那就是提前接受生命 又到地狱里面去 最近看一些报道 那些从脑狱里面放出来的人 说人在重新犯罪 那重新犯罪 你看他犯罪的情节 那真是太恶劣了 他整个犯罪的情节 那制造的那个东西 那真的是人道的东西都没有 那想都想不说 他太残忍了 所以他只是形态上像一个人的样子 他的内心的观念 他的行为完全都是畜生的行为 残忍的行为 这就是他导致贫穷起人的一个原因 好 请看下面 所以世间帝王人中独尊 皆由叙事吉德所致 慈慧博师 仁爱兼济 旅信修修善 无所为真 事已寿终福音 得身善道 上身天上 享之福乐 集善于庆 精德为人 乃身亡将 自然尊贵 遗隆端正 众所尽事 妙依真善 随心服欲 去福所追 固然致辞 佛告阿难 如年四年 既如帝王 虽人中尊贵 行色端正 彼之转伦圣王 胜为彼漏 幽比起人 在帝王边也 转伦圣王 威向苏妙 天下地义 彼之刀帝天王 诱服丑恶 不得相遇 万遇被淹 假令天地 彼第六天王 百千亿倍 不相内言 是 帝六天王 彼无量寿佛国 菩萨身闻 光颜荣色 不相忌待 百千万亿 不可忌备 好 看这一段 那么 为什么帝王 他是 人中 最为 尊严的 尊贵的 独尊 贵为 天子 富有天下 一切众生 一切臣民 都是 种心拱月 这是由于 他 蓄势 吉德 所致 吉了很多的 福德 所导致的 这种 福报 这个吉德 体现在什么地方呢 他有 这种 仁慈之心 同体的 慈心 就能把 财物 恩惠给他人 广泛的 进行布施 博施 济重 这些都是 他同体的 仁爱心 兼济天下的 善心 素质 这就看出 他这种 帝王的 福报 还是从他的 慈悲心 出来的 从他的 布施 出来的 从他 兼济天下的 胸怀 出来的 这就是 要有 胸怀 要有 道德 你说一个 当大官的 当帝王的 如果没有 仁慈和 道德 是 做不到的 如果他 没有仁慈和 道德的 布施的 心 他就像 农民起义 一样的 占领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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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防卫 他也是 坐不住的 你看有些 记载那些 农民起义 领袖 把 真房地 赶走了 他坐在 防卫上 他都 头晕 他都昏倒 在地上 他坐不住的 李治晨 虽然把 这个 崇祯 皇的 逼上了 梅山 去自杀 但是 他又 坐得稳 他 获得了 王位 他照样 这个 这种 纸醉 精密 沉溺 在那种 那种 那种 迷难的 享乐里面 他都没有 把 慈慧 博师 仁爱 兼济 在他身上 体现 他怎么能 坐得稳 然后他 这个 个人行为 女性修缮 讲性欲 一个 能做 帝王的人 那是 一落千金 赤马难追 绝对 不能是 翻手为云 覆水为雨的 那是 小人的行为 讲话 一定要算数 修 实善念 很多 皇帝 他都很 孝 对这个 他人 没有 违背 没有 斗争 这就 说明 他身心 柔软了 他 一定要有 个人的 这种 道德 修为 所以这样 他在 灵命中时 他随着 他的福音 感应 就自然 升到 天上去了 做天人 去了 能够在天上 无论是天 王天 道地 天 享受 天堂的 微妙的 五欲 这些 天福 享尽之后 他还有 还有 善 还有善 在那里 就有 他的余庆 留下来的 这种 福报 所以他就 下身为人 下身为人 由于他的 还有这个善 善音 所以他就自然的 升到帝王之家 升到富贵之家 他作为 升到帝王之家 作为太子 他就自然的尊贵 只要作为太子 他不一出生下来 也是 锦衣玉石 宗明顶石之家 那这些 臣民来自宰相 看了他 都要尊贵他 因为他是 帝王的种姓 他这个有福音 这种人一出生下来 他的 长相都是很庄严的 一龙端正 他的来的地方 就不一样 他从天上来的 一个从天上来的 跟一个从畜生到来的 你能相比吗 他的来处都不一样 天上来的 他肯定皮肤白白的 红破肤的 这个 长相很有福报的 他就有天人的 那样的拇指 拇指就不一样 你从一颗猪里面过来 人的拇指不一样 所以这种样子 又有道德 又有仪荣 仪荣就是 他的行走坐卧 都有大人之相 帝王的气象 所以大家都是很恭敬他 都喜欢接近他 都喜欢为他服务 所以他穿的衣服 都是很好的衣服 那种 这种绸缎 最好的 这个 衣料 他的饮食 都是很精美的 他的身上穿的衣服 包括他用的 自身用具 就是车马 都叫育养 服育 随心属育 想要什么就有什么 他有这个福报 房宫里面嘛 如果是一个很太平盛世的房地 那这个国家的财富太多了 他的武育的生活 那也跟天堂的生活 不会像他太多 这就是由于他叙事的福音 又在他今生 这一生当中 体现 束缚 所追 所能导致的 所以能做帝王 不是偶然的 这是他的福报 不是什么人想当 就能当得了的 不是什么人能够推翻 他就能做得稳当 所以佛就告诉 尊者恶难 这是前面这一段 都是恶难尊者说的 佛就跟他印证 你说的是正确的 鲁年事业 这就对于乞丐和帝王的 第一次比较 第一番比较 第二番比较 刚刚讲帝王 虽然 下面这段话是佛说的 虽然像帝王 在人中是最尊贵的 他的形 形貌 颜色 也是最端正的 但是这个帝王 帝王 这个帝王就在佛界叫 束缚王 这样的帝王 但是如果比起转能圣王呢 转能圣王就是能够统治 一世天下的 这个金伦王相比 那这个束缚王 这个跟这个转能圣王 那具有三十二相 这样的福报 自然的感到七种珍宝 他的伦宝可以一天就能够寻世 一世天下事大不足 这个帝王跟转能圣王相比 他的龙帽行色又很笔漏了 就好像乞丐跟帝王的比较一样 好 那么转能圣王 转能圣王是在我们一世天下 是最庄严的 也最有威德的 最有福报的 是他修十善也感召的一个福报 这天下第一 天下就是一世天下是第一的 但这样的转能圣王 跟道立天王相比 他又显得丑陋的 丑恶 丑恶就是面貌很丑陋 这个恶不是邪恶的恶 就是长相不好看 丑恶 不能相比 这种不能相比 万亿倍不及其第一 转能圣王又显得很丑陋 跟道立天王相比 原来这个 这个 释迦文英波多久次视线为 转能圣王的时候 他能够飞到道立天王 飞到道立天王 结果道立天王对他很恭敬 对他 对他 对他隐私 对他什么 他一看 这个天上比我下面要想得多了 他就想夺取天位 道立天王天位 这一想 一念头一动 他就给他坠下来 说明他没有道立天王的福报 但你动了这个念头都不行 那么道立天王 就是 第四重比较 就是道立天王 如果跟第六 他话自在天王相比 又是百千亿倍 不及其中一分 不能相比 也就是道立天王的龙貌 跟他话自在天王相比 又是丑陋 那也就是欲界天当中 第六他话自在天的天王 行貌 最庄严 最庄严的第六天王 如果跟阿弥陀佛的 岔土宗的菩萨 身文来相比 那么他的身上的光 光色 他的形状 他的龙貌 那就远远不及 百千万亿 被不及其中一分两分 那第六天王 跟极乐世界的 这些往生者的龙貌相比 又显得非常的丑陋 那你通过这五番 这个比较 你就想一想 西方极乐世界往生时 他的龙貌光色 是多么的庄严 那我们就想象不出来了 我们连转轮顺亡的 这样的龙貌 我们都很难去想象 更何况西方极乐世界的龙貌 这就告诉我们 我们这些丑陋的众生 只要到西方极乐世界去 我们就远远超过 第六天王的 这种光色龙貌的 百千万亿倍 这就是对前面 第三院第四院的展开 也就是对虚无之声 无敌之体的一种全息 所以大家要想美容 要想长相庄严 最好的方法 去西方极乐世界 那么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